大家好,我是小安。 炸蘑菇,很多人放淀粉和面粉,其实都不对,教你正确的做法,饭店不外传的技巧。 炸蘑菇焦香酥脆,一口一个,凉了也不回软,特别的香。 我们先来准备几颗新鲜的蘑菇,这个蘑菇漂亮的,颜值很高。 我们先把蘑菇掰成一小半一小半,这样方便清洗。 这个蘑菇太漂亮,颜值很高,我都不舍得去掰它,更不舍得去吃它。 我们用茧子把这个耕地的全部去除,这个耕地是没有营养。 并且会有一些脏东西,这个部位全部要剪干净的。 再把蘑菇掰成一小朵一小朵,尽量小一些,这样炸的时候熟得更快,并且会更加的酥脆。 我们把蘑菇放入盆里面,多洗一洗,每一个蘑菇都要洗干净,多换两遍清水。 我们把蘑菇放入盆里面,多洗一洗,每一个蘑菇都要洗干净,多换两遍清水。 蘑菇看似白白净净的,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,会一股菌味。 我们洗的时候,加入一勺盐洗,能够去除异味,能够简单地杀菌消毒。 这样洗过后的平菇,木耳,或者是蘑菇,都很干净,吃着更放心。 洗干净,再像我这样,用手慢慢地攥一下,水分已攥干。 动作轻一点,不要把蘑菇抓碎,这样会影响颜值。 洗好的蘑菇放入大盆里面,方便腌制。 抓一大勺食用盐。 我们来抓拌,抓拌,使每一个蘑菇都裹上一层食用盐。 我们先用盐腌一下蘑菇,把里面的水分杀出来,炸蘑菇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水分。 炸的蘑菇比较焦香酥脆,更好吃。 这一步一定不可以偷懒的,不然的话,炸的过程中会有水分,也会影响口感。 多抓拌一会儿,抓拌均匀,动作要慢一点,也是一样,不要把蘑菇抓破,抓破影响颜值。 抓拌均匀,放到一旁,我们腌大约30分钟。 炸蘑菇好吃的关键就是,这包小酥肉专用粉,炸出蘑菇外焦里嫩,特别的好吃。 咬一口嘎嘣脆,很香。 既能够炸蘑菇,炸酥肉,炸茄和炸藕盒,炸鸡块,炸鸡翅都很棒的。 小碗中我们打入两颗公鸡蛋。 打鸡蛋用筷子搅拌,搅拌打撒鸡蛋,需要多打一会。 打制蛋液是比较细嫩顺滑的,无论做什么都好吃。 我们把蛋液倒入我们的小酥肉,炸肉粉糊糊里面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搅一搅,混合到一起,搅拌均匀。 面糊需要粘稠一些,这样比较容易挂糊,不能太稀,也不可以太稠。 搅拌好了,特别浓稠酸奶状。 加入一勺油。 再搅拌,搅拌搅拌均匀。 搅拌好,加入切好的葱花碎。 再次地搅拌,搅拌搅拌均匀。 来点13香,也可以加入花椒粉,再次搅拌均匀。 我们炸粉糊糊就调好了。 我们来看一下,蘑菇已经杀好水分了,出来很多的水,蘑菇体积明显变小。 这个时候,再把每一个蘑菇像我这样使劲地攥一攥,动作慢一点,把里面的水分攥干。 油温五、六成热,下入蘑菇。 我们小火慢炸,这样受热比较一致。 炸了五、六分钟,来看一下这个蘑菇颜色漂亮吧。 金黄金黄的外皮,焦香酥脆。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 哇,哇,好漂亮呀,这个颜色。 可以听得出来,噼啪噼啪的声音啊,我们控油捞出来。 香香酥脆的炸蘑菇做好了,来听一下声音,嘎嘣嘎嘣的,特别的香啊。 这样炸蘑菇咬上一口,又香又脆,很入味。 加入小酥肉炸粉,炸出来真的是特别的鲜美。 焦香一口一个,别提多好吃啦,以后炸蘑菇,你就试试我这么做吧,保证你会爱上这个味道。 当做追剧小零食,下酒下饭都不错的。 哇真的是好香呀,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,有空是做一下吧。 焦香酥脆,特别的好吃,做法又简单。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,更多的精彩视频,喜欢我的视频记得,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